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5年9月3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拉开了帷幕 上午11时27分 天安门广场上空 在八架歼10战机的护卫下 空警2000预警机和我国自主研制的某新型预警机呼啸而来 虽然这几架飞机掠过人们的视线仅有几十秒钟 但这几十秒却凝结了中国预警机从无到有的艰辛发展历程 预警机也叫空中指挥预警飞机 它拥有整套远程警戒雷达系统 用于搜索监视空中或海上目标 指挥并引导几方飞机执行作战任务 它如同一个能够分析情报 判断信息 发出指令的大脑 被称为现代战争中的空中率副 曾有人评论 如果没有预警机的空中指挥 总是有再多优秀的战斗机也于事无步 这里曾经是全亚洲最大的飞机总装车舰 虽然现在被农田包围的厂区略显破旧 但却是中国中型特种飞机制造的最高电塔 作为我国唯一一种国产的中程中型运输机 运八系列飞机就是在这里研制生产的 欧阳绍修 运八系列飞机总设计师 他以运八特种飞机为基础 改装了二十多种机械 他可能不曾想到过 他所改进研制的运八系列飞机 在将来会成为我国军队的主力运输机 尤其是他和团队研制的某预警机 填补了我国自主研制预警机的影响空白 预警机实际上是空中指挥所 它能够在空中发现一定距离外的目标 能够指挥和引导几方的飞机 发现并攻击对方或者是敌方的飞机 一直以来 研制和装备预警机成为了各国空军的发展重点 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 早就从国外引进了预警机并装备部队 早年间 我国一直没有自己的预警机 如果其他国家入侵我们的海岸线 那几乎是畅通无阻 出于本土防御的目的 中国军队一直对预警机梦寐以求 我们国家当时提出来 要搞我们国家自主自知识产权的预警机 也就是整器机 飞机和雷达系统 都要进行自主自知识产权的预警机 当时 我国自主研制预警机需要功课两点 一是在飞机上加装雷达 二是要研制自己的在机平台 这个当时被命名为空警2000的大家伙 虽然也是自主引发 但空警2000的在机 毕竟是从国外引进的 要做一架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预警机 势在必行 预警机的雷达系统工作 已经在雷达专家 王小摩的带领下全面开展 但是 国产的在机平台却迟迟未能选定 当时 运巴飞机作为最佳备选方案 进入了人们的事业 在普通人看来 预警机不就是在普通飞机上面加了一个雷达吗 这有什么难的 但欧阳少修知道 让他的飞机背上这么大一个像平衡模样的雷达飞上天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970年 我国就由图四轰炸机 改装过一架空警一号预警机 但试飞了一次后 人们才发现 背了一个雷达天线照的预警一号 在空中剧烈震动 飞机摇晃的驾驶员都无法控制 仅仅一年 空警一号的研制任务就被迫停止了 原来一个飞机上头搞这么特种飞机 它的总体气动外形就发生变化 那么这样它对飞机的气动特性 却发生变化了以后 对飞机的安全性有什么影响 所以在空中飞行 能不能安全飞行 那么你新生的这些事倍 它附上之间能不能兼容 有没有干扰 加了一个平衡目形状的雷达 对于飞机整体的气动布局有多大影响 雷达发出的电子信号 对于飞机本身会造成多大干扰 如果不搞清楚这些问题 那飞机飞上天就很有可能失去控制 造成坠机 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在当时 欧阳少修对这些问题都一无所知 只能靠他们自己进行推算 国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和他的团队 他能不能完成呢 一时间 欧阳少修和他的同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这种压力不仅是欧阳少修一个人的 整个中航工业闪飞 也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坚固的时候 最多的时候是五架飞机 最少的时候搞得了一家半 因此这样要维持当时我们的一万人 是非常非常艰辛很难的 最长时间 欧阳少修有五年没练过工资 这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讲都很难再维持下去 不少人才都辞职离开了 面对这样的窘迫情形 欧阳少修和中航工业闪飞 都集聚一个成功的科研项目走出困境 等接到任务的欧阳少修 却走了一步谁都没有想到的险棋 当时我和我的团队就提出来 对这个飞机要进行一个大改 很多人都只怀疑了态度 认为你改那么大最后能完成吗 能行吗 有没有必要改那么大 按照以前的我不做大改 也能指标也可能能达到 那么这个飞机的改进大概达80% 显而易见 当欧阳少修提出 要对以前飞机进行80%改进的时候 有多少人会提出反对意见 上世纪70年代 中航工业闪飞 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三线军工企业 但运八飞机作为当时我国唯一一款中型运输机 却风光无限 1985年更是获得了全国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不过由于技术的瓶颈和种种问题 运八飞机无法完全满足集成预警雷达系统的要求 而在接到了研制某预警机的任务后 从项目初期 欧阳少修就要大刀阔斧 对运八进行这么大的改进 外界的质疑可想而知 应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 国家 需要这么一个 装备 这个改了以后 来不能满足要求 当时给我们的时间是很紧 在这个时间要求内 如果干不出来 那怎么办 由于飞机要背上雷达装置 载重的吨位必然要有所增加 欧阳少修和他的团队 首先要想尽一切办法 为飞机提升载重力 换装大功率发动机 成了欧阳少修团队的首要任务 发动机与飞机的匹配 这一块比较困难 尤其是螺旋桨的发动机 它难度更大 即考虑螺旋桨的效率 还要考虑发动机的功率 还要考虑飞机的阻力 国外同行 为于换装大功率的发动机 摔过飞机 洛克希德公司的C130 大力神运输机赫赫有名 至今已经服役超过60年 但在改装发动机的过程中 也发生过坠机事故 当欧阳少修提出更换发动机 提升功率的时候 它就已然认识到了 可能失败的风险 而且 这种失败 只要有一次 就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欧阳少修绝不能允许 它的飞机有一丁点的闪失 从接到这个任务以后 如何能够在短期内完成这个任务 如果你这个上下去了以后 如果不能解决它的干扰问题 那等于你这个飞机是安全的 或者是能够马上出去 它要干扰 所以也等于你这个任务 也完成不了 你这个飞机也不能算是成功 如果这架飞机设计不成功 那么中航工业闪飞将继续陷入困境 所有人的希望将化为炮影 欧阳少修有两个选择 一是尽可能维持原有飞机基础 用最少的人力物力 造出一个达标的载机平台 另一个是大幅度修改 研制出一架性能超强的 可以持续使用的优秀载机 欧阳少修 不管有多大责任 他都一个人承担下来 就是为了造出一架 能够堪称完美的载机平台 他经常跟我们讲的一句话讲 干错了 我来承担责任 干对了全部是你们的 如果能够设计改造成功预警机 那运8系列飞机 将会凤凰涅槃 中航工业闪飞也将走出泥潭 可就当欧阳少修满怀希望时 一场天灾 差点毁掉了他们的梦想 2003年 非电病毒席卷全国 而此时的欧阳少修正带领着20多名设计人员 在当时还是非电重载区的北京开会 反正回到家里了 就把我们隔离了 那很着急啊 我们终于进去以后 到底的关注方式 人不知道 我还要这么多人 都是去骨干 到那开会的人 我们二三四个人 肯定都是 大部分都是我的副总师 主人设计师 那么这个关注 要这么长时间 我还要按期完成 因此我们边隔离 我们边大家一起来 就讨论 最初 欧阳少修一口气 提出了好几项重大的改进方案 可设计进度 却在初期陷入了停滞 一时间 各个系统的压力 都涌向了欧阳少修 面对上级要求的时间节点 他必须先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突破口 把发动机换装成功 要在适应于各种起张机场 那么发动机功率就不够 因此就要把发动机 你看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发动机 螺旋桨是六页 实际上原理的面板是四页 正在改了一个 它的功率是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发动机提高了百分之二十的功率 你功率体大了以后 它这里头转子个人 它就要发热 热了就比以前要大 这个怎么办 如果当时要重新 来粘制一个发动机 要改成的粘制 这么时间就很长 我们到时候就通过研究 就搞了一个 另外就加了一个辅助 能够这样子 平时讲起来也是很简单 就是要发动机喝水 从水进去了以后 不是可以将近我们动吗 虽然这种方式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在欧阳少修心里 却一直是一个未解开的疙瘩 然而像这样的问题 还有很多等待着欧阳少修去解决 由于需要在外部加装雷达系统 怎样让飞机保持平稳飞行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个平衡的外形也是没法再变小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要把它支撑在飞机上 那我就用尽可能小的这个支撑的方式 来让它满足我这个 各个专业的使用需求 最初欧阳少修研制的平衡木雷达 由六根支柱支撑 但是经过测试 一个支柱会增加10%的风阻 这就相当于给飞机增加了几百千克的重量 拖着这么沉重的身体 预警机没有办法达到预定的航程范围 减重的工作势在必行 光是设计这几条腿的摆放方式 欧阳少修和同事们就计算了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后面通过CFD和试验 就将这个腿从前面移到后面 就是现在我们飞机上的位置 那么这个这样的话 减弱了十分腿对气疗的干扰影响 通过这个改了以后 整个是飞机的震动 这个减弱了 1978年 22岁的欧阳少修 从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力学专业毕业后 被分配到中航工业闪飞 从事运巴飞机的操纵性稳定性设计工作 他先后提出了改进运巴飞机的整体气密性 提升运载能力等一系列措施 在预警机首飞前最紧张的一个多月里 欧阳少修几乎没有离开过办公室和研制现场 每天睡眠不足三小时的他 困了只能在车里靠一会儿 八个月 他们完成了两到三年需要完成的图纸设计 工装设计和制造任务 完成了几十项难度极大的大型试验 只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样机制造 这架预警机是国内第一次搞大型的整体B板设计和工艺加工 第一次采用大过银螺栓 第一次采用复合材料螺旋桨 第一次采用了气筒集成综合航电 众多的第一次 欧阳少修等待着用首次试飞来证明他和他的团队 在地面的时候我们把整个实验也做得非常充分 而且飞机在地面滑行了也经过多次滑行了 整个我们总司团队认为飞机状态非常良好 完全达到了首飞的条件 但是他这个人比较细心 但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做得还不够 应该陪飞行员一起首飞 给飞行员更足了信心 在此前运八飞机的研制过程中 欧阳少修也曾不止一次登上过自己设计的是非飞机 但这一次不一样 他的运八系列飞机将第一次搭载雷达系统飞上天空 在地面上计算的载号也是虚拟的 如果在几万米的高空出现什么意外 那整个团队将面对不堪设想的后果 作为这个总统团队来言 我们第一反应 我们都不太乐意 我们说我们上去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抹这样的风险呢 就在首飞的前一晚 欧阳少修提前回到家中 像之前是非一样 偷偷地写下了一封遗书留给妻子 从清理上不愿意让他上飞机 比较危险嘛 他回来就跟我说 其实我上飞机之前 我早早把遗书都写好了 每次 时飞回来 他就 就把那遗书给我看了 他上面就写 一直不要埋怨他 对 他也特别热爱他这个事业 所以叫我照顾好老人 把孩子带好 就是当时首次是非时候的珍贵资料 当天早上 飞机研制人员几乎都来到了单位 看着他们亲手打造的飞机 缓缓被推出厂房 默默地祈祷这次是非的成功 这架飞机 不仅承载着中航工业闪飞的梦想 更承载着整个国家的期望 随着飞机缓缓滑入跑道 是非员把四台发动机的油门推到最高 顶着平衡路的预警机在跑道上呼啸着冲上云霄 几分钟后 地面塔台收到了试飞员的回复 飞机起飞顺利 一切正常 但所有人的心都还选着 在天上几个小时的飞行 飞机能否顺利完成任务 不到飞机落地的那一刻 谁都不敢肯定 在飞机上 欧阳少修和副总师们 一句工作上的事情都没了过 他们看着驾驶员的操作 仔细记录着每一个功能的使用情况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 飞机顺利完成了所有科目的实验 当飞机着陆的那一刹那 欧阳少修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走下飞机悬梯后 他紧紧的与他的领导拥抱在一起 虽然首飞成功 但是预警机和运发飞机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完成 后来的几年时间里 欧阳少修和他的团队 先后攻克了发动机的温度控制 雷达的降温等等一系列难题 把某预警机真正的打造成了一款先进的预警机 2009年 三十年的时间 欧阳少修从一个农村放牛娃 成长了一名飞机总设计师 中航工业闪飞从一个开不出工资的企业 变成了国际上想当当的中型运输机制造地 一切的成绩来之不易 一切的成功又仅仅是个开始 这架预警机研制成功之后 欧阳少修又对运发飞机进一步改造 衍生出了一系列改进型飞机 欧阳少修立志要把他的运发系列特种飞机 打造成为中国的大力神运输机 让他飞翔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